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家庭种菜 这一期视频,我们分享一种非常好吃又容易种植的蔬菜 苦菊 苦菊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野菜的感觉 再加上它的外观比较独特 往往会令很多菜友聚而远之 有一些种子公司会给它取上另一个大众化的名字 把它叫做花叶生菜 这个名字其实也没有太离谱 因为它和生菜也算近亲 并且,吃法上和生菜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苦菊是如何种植的 我是年初的时候播种苦菊的 露天种植的话,在南方,春秋冬均可以种植 而北方的菜友们,建议春秋种植更为适宜 这是苦菊的种子 长得和同好的种子有点相似 播种前,把它放在清水里浸泡一天 第二天,大部分的苦菊种子都沉浸到水底了 把苦菊种子从水里取出 准备开始播种了 进包过水的种子,非常粘手 针对这种情况呢 这里我再次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土,或者像我这种芦荟 让它们和种子充分混合 浇水 播种 附一层薄土 接下来的时间 只要记得一件事情 不要让土壤变得干旱了就可以了 四十天后 从播种到苦菊小苗长这么大 中间没有什么太多要点可以说的 我没有为它们建苗过 也没有为它们追过肥 仅仅只为它们浇水而已 现在的它们长得一点也不交情 粗粗壮壮的 等着我把它们移栽到更大的空间去 苦菊的单颗植株 可以长得非常宽阔 所以 移栽苦菊的时候 采用单个花盆 或者像我这样 用空油桶种植 最为合适 如果是地栽的话 建议每株之间 有足间距 我自己移栽了五颗苦菊 因为空间正是有限 剩余的苦菊苗就送了一些给朋友 移栽后一周 苦菊小苗都缓过来了 换到一个更大的空间后 它们立马变大了很多 又过了五天 还是能看出苦菊一天天在变化的 空油桶的这几颗 变化比较明显 尤其是这一颗 已经长出很多叶子了 再过了半个月 所有的苦菊都开始有了 成年苦菊的模型了 一直到这一天 我才第一次为它们追了一次叶肥 但看它们的长势 并不太像缺乏营养的样子 也没有招了过任何的害虫 种到这个程度 基本上可以宣告 苦菊种植成功了 事实上 家庭种植的话 完全可以在它们苗期的时候 边建苗边采收着吃 最后 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点 苦菊和生菜一样 都是有一定的耐旱能力 但又洗湿的蔬菜 湿润的环境 可以使它们口感更好 所以 切莫让土朗干旱太久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关于苦菊的种植 大家有什么其他不同的经验 或想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和我一起分享 同时 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收看更多家庭种植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